我和暗恋多年的青梅结婚了 可她每天 却坐着别人的车去上班 说是公司安排的女性司机 其实是她公司心爱的男同事 我说买台车给她 这样就不用麻烦别人了 她却说 何必费这个钱 都是同事顺路而已 直到后来 我看见了他们亲密的合照 我果断提出了离婚 可她却哭着求我别走 跟认识了二十多年的青梅 在双方父母的支持 和张罗夏结婚了 本以为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却在婚后第三年 我发现 这段感情似乎出现了问题 我站在家里的阳台 看着停在楼下的黑色轿车 车窗内的副驾驶上 柳如烟正在和旁边人聊得火热 过了许久 才肯推门下车 那是她公司里新来的男同事 认识没多久 便开始每天来家里 接送她上下班 一开始还只是工作日 后来发展到周末 也来接她出去 我问柳如烟 她只说公司要加班 有个项目 要敢等等理由来搪送 可我试过 刻意去公司找她 发现根本就没有加班这回事 过来洗手吃饭吧 她神情显得有些为难 由于片口之后 还是走了过来 认识了这么多年 我对她太过熟悉了 心神不宁的样子 一眼就看出她有心事 在餐桌上 快速扒拉着饭菜 时不时看一眼手机屏幕 甚至就连筷子 都不小心弄掉了几次 你很赶时间吗 你那个同事在等你 她听闻愣了一下 伸手熄灭了手机屏幕 没事 她摇头 我伸手过去 打她手边的水 她下意识斑打 将手机翻盖在桌面上 见她慌乱的样子 我在心中苦笑了一声 这么明显 难道还不说明 心中有鬼吗 你紧张什么 我笑着问道 她脸上闪过一丝不耐粉 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伸出了手 说道 手机给我一下 她顿时抬眸看我 眼神闪烁不定 轻咬着嘴唇 欲言又止 手机也被她顺势拿到了桌下 做什么 想看一下 她不经意间提高了音量 有什么好看的 你又不是没看过 我盯着她看了许久 突然感觉 面前这个认识了 二十多年的青梅 似乎开始有情陌生了 有些自嘲的笑了笑 本来已经不想再去抢球了 可她却像是被刺激到了一样 你这笑是什么意思 怀疑我是吗 我这还没说什么 她就开始情绪激动 甚至对我动了路 认识这么久以来 她对我从来都温声戏语 很少有这样的态度 这不就是掩盖心虚的表现吗 想到这里 我的心猛地抽出了一下 似乎是有些事情 已经得到了证明 见我没有说话 她赌气般地将手机 丢到我面前 屏幕上面显示着 她跟男同事的聊天记录 随便吃几口就好了 待会还要吃大餐呢 记得穿上次那条黑色蕾丝裙 看着这句话 我如梗在喉 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心里也像是落了块石头一般 柳如烟慌忙拿过手机 看起来有些不自在的解释道 你别误会 今晚公司聚餐 她顺路过来接我而已 哼 普通同事还会要求别人的女朋友 穿什么衣服吗 可我没有再去追究 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说道 那今晚的约会就取消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本来打算吃了晚饭后 带她去一个准备了惊喜的地方 那边我的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 可现在看来 似乎已经不太需要了 其实 那个所谓的男同事 我从半年前就听说过了 他叫做许嘉年 柳如烟微信给他备注年年 最开始的时候 柳如烟确实给我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 当时柳如烟上班距离太远 许嘉年说自己恰好顺利 提出要接送他上下班 柳如烟欣欣然同意 甚至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我也不是那么小气和封建的人 若是正常顺路接个上下班 也就算了 可我提出给邮费也不接受 我说给柳如烟买台车 还嫌我乱花钱 后来他们更是开始互相叫对方起床 清晨那句年糊不清的早安 都成了他们的专属 我甚至忘记他有多久 没有跟我到早晚安了 之后渐渐的话题越聊越多 他们除了一起上下班 在公司里还会一起吃饭 甚至下班之后 也会约着一起去公司周边的小吃街吃东西 他们亲密的像是情侣一样 我们之间只是正常来往而已 这样 趴着暧昧边缘的关系 在我看到聊天记录的时候 气得心脏剧 可是柳如烟依旧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样子 似乎这些事情在他眼里都是合情合理 没有任何愉悦的情况 或许他已经忘记了 当初高中时有女孩子多跟我说了几句话 他就能吃上一天的醋 难道这些人际交往的分寸感 他不懂吗 他懂 他只是在欺骗自己 以为把我也骗过去了 我将手机还给他的时候 他还很骄傲地搂着我说道 跟我在一起你就放心吧 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的 或许从那时候起 我对他就已经开始感到失望了 这些思绪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眼前依旧是柳如烟气鼓鼓的样子 他将饭碗一推 看了一眼手机有些着急地收到 柳峰 你非要在我公司聚餐这天去约会吗 难道你想我融不入集体 被公司里的同事孤立吗 这顶大帽子 说扣就扣 我可承受不起 我不死心地问了一句 今天是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想要跟你约个会 难道不对吗 柳如烟听闻愣了一下 眼珠转动着 像是在思考 两秒后露出些许尴尬的表情 果然他已经不记得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一心只想着 赶紧去跟男同事 参加公司聚餐 今天我真有事 已经提醒约好了 纪念日我之后 给你补过信吗 纪念日原本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一起庆祝有意义的人 若是有一个人不重视 那就没必要去纪念了 我看着他沉默了许久 最后露出了个释怀的笑容 你去忙吧 我坐在餐桌旁发呆 桌面上精心准备的菜肴 像是没动过一样 大概十多分钟后 柳如烟已经换好了衣服 补了个精致的妆容 从房间里出来 他一边接着电话说 现在出门了 一边匆忙的换了鞋 甚至没空跟我打个招呼 就连眼神都不舍得试试我一个 我缓缓走到阳台点了根烟 楼下那辆熟悉的车子 像是早就等候一次 没过多久 我看见柳如烟小跑着从楼道里出来 无比自然地 打开副驾驶的门上车 看他的样子充满欣喜 让我想起了高三冲子那年 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周末 可以一起去玩 那天他也是经过精心打扮 飞奔来见我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就连这样特殊的对待 都已经给了别人了 我苦笑着摇头 掐灭烟头时 目光落在了我无名指的戒指上 我忽然愣住了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和柳如烟相识 之后直到大学 都是同一个学校 我们相识二十多年 恋爱四年 结婚三年 或许七年这样真的存在 在场者的感情 也会有过期的那天吧 抵不过新鲜感的人太多了 可我一直以为 柳如烟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无数次约定 未来要共白头 连结婚也是我们二 是一直憧憬的梦想 其实我愿意去相信 他们只是关系好一些的同事 却在昨天发现 他们的亲密合照后 再也没办法去欺骗自己了 昨天柳如烟还在临时出差 他告诉我是 跟着老板一起去的 但其实 不只是老板 还有许嘉年 昨天我突然收到一个 陌生好友的添加申请 头像不是许嘉年 平时账号的那个 但我依旧在他 放着柳如烟照片的朋友圈 墙上 一下子就将他给认了出来 还不等我仔细翻看 他的朋友圈 他已经给我发来了消息 语气中 能想象出他此时的得意 和炫耀之情 柳峰 你自己搞不成 事业就算了 为什么要影响如烟呢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多渴望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而你却只会阻碍他 没事就给他找查 之后 他还发来了一张照片 柳如烟坐在酒店房间的 单人沙发上 正低头认真翻看文件 虽然侧脸被头发 遮挡了大部分 可我依旧一眼 就认出了他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心痛让我感到难以呼吸 不知过了多久 我才缓和过来 颤抖着手发送消息 徐嘉年 你什么意思 那边不停地在编辑文字 许久才回复了我 没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 你耽误了他的前程 相比之下 我才是那个最适合 陪伴在他身边的男人 这是直接向我宣战了吗 柳如烟 去上海出差 后来说工作太忙了 所以一整天下来 都没怎么回复我的消息 现在看来 确实是太忙了 忙着陪别的男人去迪士尼 连敷衍我的时间都没有 私心裂废过后 我颤抖着手 将朋友圈全部截图了下来 这是他不爱我的证据 从前总觉得 自己是被爱底包围的 现在才发现 原来在看不见的时候 爱已经悄然转移了 本来打算今天吃完饭之后 拿着这些截图 找柳如烟要一个解释 或许是心软 二十多年的感情 我想给彼此一个余地 可刚才他匆匆离开的身影 似乎已经给我做出了 无声的回答 或许他们只是在 暧昧和动摇的边缘 可一旦信任崩塌之后 背叛就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 原本我还想告诉他一件事 被认为毫无上进心的我 必要进行创业的项目 已经得到了天使人头 一旦这个项目开始落实 我的身价就会开始暴涨 或许不久后 就会成为颇具前景的 初创公司总裁 甚至可以轻易帮助柳如烟 实现他的追求 只是这些 现在好像已经没必要再去说了 深夜我已经睡着 却被门外的吸塑声给吵醒 是柳如烟回来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半夜两点半了 期间他没有给我发过一条消息 也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在他进门之前 我闭上眼睛装睡 现在没心情再去跟他交流 他脚步缓慢地向我走来 最后蹲在床边 用手指轻轻抚摸我的脸颊和眉毛 轻声说道 柳峰 我给你带了奖剂甜品 你要不要起来吃一点 柳峰 心中万分惆怅 他还记得我爱吃的消夜 每次夜归都会给我带饭 明明他什么都清楚 可为什么要选择背叛我呢 我们的感情 从小到大 都是被无数人羡慕的笔范 我们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明明幸福对于我们来说 触手可及 尽在咫尺 可他却放弃了 走在幸福的道路 转身走向另一条 充满未知的路上 我想不明白 我也不甘心 每次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就沉痛得没办法呼吸 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 身边只渔留一阵淡淡的芳香 那是柳如烟身上特有的味道 他一早就起床出门了 也是 自从许家年开始接他上班后 每天都会起得很早 他们要一起去吃早餐呢 许家年还曾说想 每天早点见到他 我看了一眼手机 上面有一条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对不起老公 昨天没有陪你过纪念日 等我忙完这一阵 就陪你去香港旅游好不好 看起来就像是做错事情后 想要迫切掩盖下来的心虚感 我没有回复 只是依旧想不通 为什么人能不说变就变了 或许是太过悲伤 也或许是接受不了 我的心里想要找到一个 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 于是我拿起手机 在通讯录里 找到了陈锦的电话 同样是跟我和柳如烟 一起长大的邻家孩子 只不过相比之下 陈锦丽的更近 救助我家对门 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他似乎也是刚醒 此刻正哈欠连天 我沉默片刻 问道 问你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人会说变就变了 电话那头顿时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 我听见了他低声的叹息 你都知道了 他试探般的问道 我皱了皱眉头 不懂他的意思 什么 我问 下一秒 我收到了他 给我发来的微信消息 陈锦叹息着说道 我本来想告诉你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头 我疑惑地打开了他发来的截图 那是他前段时间 跟柳如烟的聊天 陈锦发了一张照片给他 问道 这是你吗 为你吃东西 那男人是谁 他可跟柳峰 没有半点相想 中午发的消息 柳如烟下午才回复 柳如烟回复 你怎么还偷拍啊 这就是我一个同事 他从国外回来的性格 比较热情开放 你可别告诉柳峰 不然他又要跟我吵了 陈锦 你这样不觉得对不起柳峰吗 或许是这样隐喻的关系 让他感到压抑 也或者是柳如烟 想要找到一个倾诉的人 于是 对着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 大到湖水 你别告诉柳峰 其实这么多年的相处 我对他已经感觉 比白开水还要平淡 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懂这种感觉吗 他对我早就腻了 可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 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我 难道被两个男人爱 能够让他更加感到刺激吗 我失神落魄地 挂断了还在说话的陈锦电话 一整天都躲在心不在焉的状态 或许是感到对我有愧 柳如烟今天一直在给我发来消息 可我一条都没有回复 后来他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依旧没有接听 只是坐在旁边 看着手机不停地来电 然后时间一到又自动挂断 柳峰 你怎么不接电话 还没有睡醒吗 都已经下午两点了 看到手机给我回的消息 别让我胡思乱想 他明明可以直接回家找我 可他就只会不停地打着电话 发着消息 我的思绪 不由地回到了高考后的那个暑假 录取结果出来那天 他找不到我 给我打了一整晚的电话 我正在跟同学们聚会 他在群里得知我的位置 立刻从家里跑来找我 他眼睛闪闪 兴冲冲地跟我说 柳峰 我真的考上跟你同一所大学了 我也笑了起来 忍不住伸手抚摸着他的脑袋 高一的时候 我问他 以后想去哪所大学 他同样扑烁着眼睛看我 一脸认真的说 你去拿我就去 后来的三年 他真的在努力地追赶我的脚步 舍弃了娱乐活动 一心扑在学习上 努力不负有心人 他真的跟我考上了 同一所名牌大学 我还记得 那时候的他 满心满眼全都是我 在同学们的起哄下 柳如烟红着脸颊 鼓起勇气说道 柳峰 我们现在可以在一起了吗 我 我想成为你的女朋友 那青春炽热的18岁 我们正是在一起了 从青梅竹马 转换到恋人之后 我们更加的亲密无间 每天都过得很甜 因为我们太了解对方了 甚至可以记住 对方幼儿园时的喜好 或许正是因为 我们认识的太久了 柳如烟 才会被新鲜感所吸引 我快速地将行李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叫来搬家公司 在傍晚前 将我送到了工作室 工作室不大 但也足够再放下一张床 安置好了一切之后 我给柳如烟回处了消息 我们离婚吧 离婚协议 我会让律师 你好这两天拿去给你 发送完之后 我在工作室的小房间里 沉沉睡去 收拾了半天的行李 再加上心理的内耗 我已经感到疲惫不堪 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 他依旧没有给我回复消息 我正打算找律师 你离婚协议时 看到朋友圈 一个熟悉的头像 更新了动态 许嘉年发了张图片 并且还特地提起了我 柳如烟躺在沙发上 盖着小毯子 憨然入睡的侧脸照片 配文 微醺后的如烟 看起来更加可爱了 我的心跳加快 有种血气翻涌上头的感觉 难怪白天时 还在不停地给我发消息 打电话 晚上却对我的回复 视而不见了 原来是在KTV里 应酬到不省人事了 只是不知道 他昨晚是在哪里睡的 KTV还是谁的家 不管是在哪里 能够肯定的 是许嘉年都陪在他的身边 我有些悲凉地笑了笑 截图保存了下来 随后便找了律师 帮忙你离婚协议 开始投入到工作之中 项目获得投资之后 就要开始落实推进 每天都会变得很忙很忙 直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手机开始不断响起消息声 柳峰 你在说什么胡话 好好的说什么离婚 你冷落了我一天 然后第一句话就是离婚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们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可以就这么抛弃我了 你给我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离婚 他的消息好多 我无心在看 要是还没结婚就好了 我可以直接将他删除拉飞 分得干脆立了 现在 我还需要跟他去民政局 办离婚证 微微叹息一声 我将他设置成了免打扰 至于理由 都已经这种情况了 我没必要再去向他解释什么 我将手机调了静音 继续忙于工作 直到傍晚时 我打开手机 看见了几十个未接来电 全都是柳如烟打来的 我想 他现在应该着急死了 正当我看着手机发呆时 我妈的电话打来了 不用猜也知道 柳如烟 把我要跟他离婚的事情 告诉了家里人 现在 我妈要来兴施婚罪了 我们两家都姓牛 父母在有我们之前 就是共患男的朋友 早年间 他们一起经商 互相帮助和扶持对方 后来都成为了小康家庭 而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被双方家长 口头定下婚约 他们有意撮合我 所以在后来 我们开始恋爱的时候 他们是最开心的人 我们的婚礼 更是举行的盛大 双方父母 邀请了五百多人来见证 和祝福我们的爱情 可是现在 似乎变成了一个笑话了 电话一接通 我妈就称骂道 柳峰 你怎么回事 如烟哭着说 你要跟他离婚 其实在外面有人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但背叛感情的那个人 不是我 见我没说话 我妈严肃地说道 总之有什么事 你们先回家 当着我们几个家长的面说清楚 感情不能儿戏 毕竟你们还是二十多年的感情 说完他直接挂掉了电话 我看着律师 给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想着这次回去 正好把事情说开 然后把婚离了 于是我给柳如烟回复了一句 回老家 把话说清楚吧 一起回去吧 嘉年说 开车送我们 柳如烟立刻回复 他甚至都没想 我买了最近一般的车票 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家 路上 我收到了合伙人的消息 现在很多投资人 看好我们的项目 都想要跟我们进行合作 现在项目进展 比预想中还要顺利 我们真的要成功了 看着这些消息 我心中因为感情问题产生的阴霾 顿时消散了不少 只是原本这样的喜悦 应该第一时间分享给柳如烟的 现在也没人去分享了 两家人在附近的饭店订了包间 我一下车就赶过去 进门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到了 正抱着他爸妈 委屈地在诉说着什么 我爸见到我 却沉下了脸 你怎么来这么迟 还没跟柳烟一起回来 让自己老婆在这里等这么久 一点都不懂事 他们还不了解事情的经过 只是在听着柳如烟 自顾自地说着 柳如烟妈妈 见状走过来 打起了圆场 小峰这孩子从小就懂事 说不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赶路这么辛苦 先坐下来吃饭吧 我被拉着入座 柳如烟看见我之后 眼神变得更加委屈 仿佛我提出离婚 是单方面抛弃他的眼 我没有理会 只是神色淡然地落了头 并且发现 陈景竟然也来了 我扬了羊眉毛 向他头绪疑惑的眼神 他摊了摊手脸上 露出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表情 毕竟两家都是认识 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上桌时 谁也没有先开口提出 我们离婚的事情 只是依旧 分为极好的聊着家常理短 我也只是默默吃着饭菜 听他们谈论起 关于我们要孩子的事情 或许在他们眼里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离婚什么的 不过是一时呕气吧 夫妻间闹点矛盾 也很正常 柳如烟积极地 给我夹着菜倒着酒 就像是听话懂事的小娇气一样 陈景坐在他的旁边 见状语气散漫地说道 柳如烟 你也这太积极了吧 这么着急 想把柳峰灌醉 要你管呢 我老公就爱喝点酒 醉了还有我照顾吗 柳如烟不以为意地回答着 之后两人也开始像小时候一样 幼稚地伴着嘴 包厂内的氛围融洽 像是根本谁在意我提出离婚这件事 在我吃的差不多时 将包里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放在了桌面上 爸妈 叔叔阿姨 我想说件事情 所有人都略带疑惑地看向我 只有陈景 依旧摆出一副看热闹的表情 我要跟柳如烟离婚 这是离婚协议书 房子留给他财产的半分 我项目还在失情阶段 暂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入 所以婚后共同财产 只有那套房子和一些存款而已 柳如烟听闻 顿时露出了悲伤的眼神 我爸更是气得猛 拍桌子 你在说什么胡话 柳如烟这么好 你敢辜负他 我把你腿给打断 柳如烟妈妈 倒是语气和缓地说道 小峰啊 你们之间是不是闹了什么矛盾 或者误会啊 要是有的话说出来 我们一起沟通解决一下 感情不要一起用事啊 柳峰 柳如烟伸手 抓着我的胳膊 语气变得有些哀求 在两位父亲的邓氏 和两位母亲的关切眼神下 我摇了摇头说道 这件事解决不了 签字吧 明早去民政局办离婚 我将离婚协议书 递到柳如烟面前 语气淡淡地说着 这一举动 似乎刺激到了他 顿时变得情绪激动起来 柳峰你够了 是不是因为我去公司聚餐 没陪你过纪念日 你就跟我闹脾气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 我就快要升职了 不能在这个街舞眼上掉链子 还是说你因为许佳年 送我上下班的事 人家今天还好心 要送我们回来呢 你怎么就这样小度极常呢 他情绪激动之中 竟然有些口不择言 甚至忘记了 还有这么多家长的存在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样失控的冷如烟 他是在害怕跟我离婚吗 是 但也不完全是 因为我曾对许佳年 表现出了不满 他下意识地急于维护 他背着我做过的事情 心中难免产生愧疚 在各种纠结之中 让自己开始恼羞成怒 他想将一切的错 都推到我的身上 控诉我在无理取 为他的内心动摇 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但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没有再跟他争执的兴起 我打开手机 翻出了和许佳年的聊天见面 这就是我的理由 做出这个决定 不是我无理取闹 更不是一时兴起 错的人也不是我 再次看向柳如烟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刚才的气负 取而代之的是 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笑着说道 这就是你所谓的普通同事 除了一起上下班 还可以夜不归宿 你觉得是我小肚鸡肠 还是你做了心虚的事呢 我正要翻开 许佳年的小朋友圈查看 却发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把我给删了 不过好在 我提前保存了大量的证据 正好都交给双方父母传阅了 那些记录着他们 日常暧昧的点点滴滴 在被戳穿之后 让柳如烟彻底压口无言 如烟 你这是柳如烟的妈妈 抓着像是 失去了力气的柳如烟 气得一时间都开始语无伦策了 原本对我提出离婚 感到无比气氛的附近 在看到这些证据之后 也都对我露出了心疼的眼神 柳如烟的爸爸 恨铁不承当地说道 我怎么生了 你这样的女儿 把我们这两张老脸 都给丢尽了 给小枫道歉 不必了 办离婚就行 柳如烟道不道歉 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只想跟他离婚 从此跟他再无挂肯 可他却出乎意料地 低着头向我道歉 对不起 柳如烟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 他站在我的面前 对着我低头弯腰 姿态放得很低 身后的几位家长 欲言又止 似乎是想要 替他辩解什么 却又不好开口 柳峰 我们单独聊一下 行吗 他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眼神满是祈求 我犹豫片刻 说道 行 聊完之后 明天跟我去明镇局 既然要离婚 那就好好把话说清楚 天色已晚 我们来到了一家 开了很久的巴拉烫小店 就在我们高中门口外面 这里保存了很多 我们曾经的回忆 从前无话不谈的我们 现在坐在这里 竟然已经相顾无言 现在的我也没了 再跟他说话的心情 你要是想继续辩解 那我们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我率先开了口 他红着眼眶 连忙叫住了我 我 我不辩解 是我对不起你 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 我没有做出超出底线的事情 我看着他 问道 你认为的底线是什么 没有亲吻 更没有上床 他似乎很理直气壮 好像认为只要没做这些 就不算是背叛和出口 意思是 你们已经牵过手了 他心虚地低下了头 依旧在无力地辩解 没有的 你相信我 我没心情再去听他辩解和撒谎 我真的感觉累了 柳如烟 你听着 我打断了他的话 认真地说道 不管你是精神出轨 还是身体出轨 在我眼里 都没有任何分别 背叛就是背叛 信任特地崩塌之后 就没办法再建立了 我起身想走 他连忙拉住我的手 小心翼翼地问我 别离开我好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他满脸真诚的样子 让我想起了 当初他像我表白时的模样 美好的回忆 却让我感到惨慧 你曾经跟我说过 最讨厌辜负感情的人 你明明什么都懂 却还做出这样的事 不离婚 难道是想继续享受着 两个男人对你的爱吗 可舍掉一段二十多年的感情 我比谁都要心痛和不舍 可我只能这样走 此刻在看到柳如烟的脸 我的心依旧有着万般不理解 为什么他做出这样的事 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气氛不已 却也无能为力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 似乎也来了情绪 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我确实没把我好交友的分寸 但我也没有做出 超越底线的事情 你非要闹得这么大 他从我手里 抢过那张离婚协议书 快速地在上面签下自己的 气鼓鼓地对我说道 不是想离婚吗 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领离婚证 对了 你看看 你每天都在那个破工作室里 研究什么项目 得到什么成果了吗 许佳年才来一年 就被提升为主管了 他有能力 也有上进心 能够给我太多的帮助了 一事无成的 你到底在高傲些什么 看着柳如烟恼羞成怒 转身离去的背影 我依旧有些想不明白 他既然已经喜欢上了别人 为什么不可以开诚不公地告诉我 难道我会拖着他不放吗 或许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事业 所以轻易迷上了 能够带领他的人了 从前的我是他最佳的选择 现在是许佳年 或许是一时亦乱轻益 不管如何 我都该忍痛断了这份感情 没事吧 柳如烟走后 陈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 别误会啊 我可没跟踪你们 就是刚好跑过来吃宵夜 我淡然一笑 说道 少来了你 更好东西还没动 坐下一起吃吧 他也没客气 坐下之后便大快躲 没想到你这么果断 真不打算给他一次机会了 我皱了皱眉 说道 怎么 你想替他来说情 他呛了一口后 笑着说道 你可别冤枉我 我就是喜欢八卦一下 明早都要去离婚了 你说呢 我扭头看向外面漆黑的街道 陈景也再没回话 我们一起回了家 像小时候便住在对门 现在更是顺路了 只是开门时 他忽然回头叫了一声 却摇了摇头说了声 没事便进了家门 我愣了一下 不知所以 但也没去多想 第二天一早 柳如烟一家三口都来了 他们带着礼物 来向我诚恳道歉 面对从小便很照顾我的他们 难免心中有些不忍 小枫 如烟已经知错了 说到底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你能不能 不能 我摇了摇头 果断拒绝了他们的求情 柳如烟的底线低 但我却不能接受这样的背叛 即使看在父母的面子上 我也不会让步 见我态度坚决 他们也没再说什么 陪着我们一起 去了民政局办了离婚 离婚之后 我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删除 至此 我才感觉心里的石头 彻底落了底 我开始全身心的 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可几天后 柳如烟出现在我的工作室里 他脸色阴沉如水 指着我说道 不是已经按照你的要求离婚了吗 为什么还报复我 我不明所以 什么意思 他皱着眉头 盯着我看了许久 最后冷笑一声 还在装什么 除了你保存了大量的截图之外 还有谁会像你这样 有报复心 他凑近了过来 勾起嘴角说道 你其实心里还是很在乎对不对 非要这样 嘴硬不肯承认吗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将他突飞到了门口外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很忙麻烦你离开 他抓着门把手 紧紧盯着我说道 你把我许嘉年的事情 弄成PPT发到网上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了 你敢说不是你做的吗 我听闻愣了一下 立刻反应了 我说怎么那小子 明明这么喜欢跟我炫耀 却突然把我给删了 原来是被人给被刺了 这两人一个是主管 一个正直升职关键期 现在这丑闻一出 都被公司给扫地出门 我心里笑得想死 但还是表情管理住 你觉得是我那就是我吧 他特意开的小号 搞这样的朋友圈 不就是想象全世界炫耀吗 难道说 现在宣传力度还不够 要是看你们笑话 也算是在乎的话 那就算是吧 柳如烟气的发抖 伸手指出我的鼻子 柳峰 你到底还有没有心 先想象你以后 有没有工作吧 我将他推出了门外 然后把门给反锁上 笑话固然好看 但我现在实在是没空 最近工作真是太忙了 没日没夜的忙了一个月后 我开发的项目大获成功 我的个人资产达到千万几遍 我和合伙人搬到了市中心的CBD 建立了属于我们的公司 我也真的成为了年轻总裁 站在高楼上的落地窗前 俯瞰整座城市的感觉 简直让人感到心情舒畅 或许这就是柳如烟和许嘉年 想要追求的目标吧 大概过了几个月 柳如烟似乎在父母那里 听说了我现在的情况 突然跑来公司里找我 听到秘书的询问后 我考虑了一下 让他传达柳如烟 去最近的咖啡厅等我 来到咖啡厅的时候 我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不过是几个月没见 现在的他 像是变得暗淡无光一般 脸上写满了屁股 整个人都显得颓然无敌 彻底失去了当初的朝气朋友 见到我的时候 他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 柳峰 他想起身过来抱我 被我制止住了 有时说是 看在叔叔阿姨的面子上 最后再见你一次 听到这话 他的眼睛顿时就涌出了泪水 低着头攥紧衣角 断断续续的说道 柳峰 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许家年 只不过那时候相处久了 他也恰好帮助了我很多 所以才 他咬着嘴唇 声音变得极为微弱 我补充道 所以你们就开始亲密无间 没羞没躁了 他低着头红着脸没有说话 我继续说道 你不会还想说 即使这样 你依旧还爱我吧 哇 他支支吾吾半天 怎么都说不出话了 我忍不住笑道 这样的话 就连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吧 对不起 柳峰 真的对不起 我看着他不停地道歉和哭泣 心里却犯不起丝毫的波澜 没必要再跟他纠缠下去了 转身打算离去 柳峰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说 放下就放下了吗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苦苦哀求 我已经跟他断了联系 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好不好 我被他纠缠得有些烦躁 于是将他带到了店外的无人处 无比认真的说道 柳如烟 我最后再跟你说件事 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 这段感情 是你主动放弃的 我们已经离婚了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 麻烦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好吗 你没必要再去给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许嘉年能够接近你 并且一步一步跟你关系爱美 都是你自己放任他靠近的 明明这都是你的错 却偏偏要责怪我 我们确实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 我们都太了解彼此了 所以在你眼里 我们身后的感情 简直比白开水还要平淡 柳如烟 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真的不是非你不可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说完之后 我丢下失魂落魄的柳如烟 转身头也不会的离开 这一辈子 我都不会再见他了 我在这座城市买了房子 将父母都接过来住 至于柳如烟 我听陈景说 自从他们被公司扫地出门之后 几乎被行业给封杀了 本来前途光明的两个人 一下子跌入了 失去了滤镜的许嘉年 柳如烟也开始变得烦艳不已 彻底跟他决裂 遭到事业感情双重打击的他 这才想到回过头来找我 要说他曾经爱过 我当然是相信了 但我觉得他最爱的人是自己 因为他最爱的人是自己 所以才会任由自己的心 摇摆不定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见过他了 工作的繁忙 让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起这段过往 直到过年回老家 我妈忍不住敲墙了我的房门 支支吾吾地跟我说 柳如烟想找我见也 我从窗边看见 站在楼下 被白雪洒满了身体和头顶 瑟瑟发抖的柳如烟 对我妈说 不见以后也不见 要是陈景 独烟出来之后 就跑到我公司来上班 他说 咱们从小玩到大呢 你发达了 可不能忘了我呀 大不了 我每天给你带午饭 我笑道 谁稀罕你的午饭 公司里那么大的食堂 说完 我们都笑了起来 像是回到了小时候那样 能待在身边的感觉真好 能永远这样下去就好了 陈景自顾自地感叹着 我扭头看向了落地窗外 晴空万里 充满希望 玄文完